繼續開會 接著我們請何議員全峰質詢45分鐘 議員請 謝謝我們今天的大會主席 抗議城抗議長市長副市長 市府團隊局所首長 媒體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全峰在本會期的總質詢 首先我想要跟我們的市府團隊 尤其是社會局教育局 來探討有關我們 對於新生兒生育津貼補貼的制度 我坦白說 我其實很認同包含許立民副市長 在最近回覆很多議員針對這個議題的答覆 我們的生育補助 並不是要來跟其他的縣市做金錢的競賽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們針對這個所謂第三胎生育津貼補助的6萬塊 如果從這個部分來看 我們在102年 103年 104年 我們的新生兒出生的數 都大概在2萬2千人左右 那這裡面的第三胎的人數 大概都是在2千多人 那從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大概是佔一成的比例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高 那所以我覺得是不是要來檢討這樣的制度 那包含我前一陣子 我也到去拜訪一位長期關注這個議題的這個朋友 他告訴我一件讓我很震驚的一個事情 就是有一個專門在收容氣因的基金會 他們在今年收到了大概20名左右的氣因 那這20名的氣因裡面 大概有15個左右是所謂的男生 那為什麼會男生比較多 他們去探討裡面的原因 他們居然發現說 是少數人 少數的家長 他其實只是為了生第三胎 然後領到這4萬6千塊的補助 當然我相信這個是極少數人的一個作為 那只是為了要領取這4萬6千 可是我們回過頭來 看看我們這所謂的第三胎的補助 其實普遍上來說 在我們現階段高雄的社會來說 其實我認為很少數人 包含跟我們年紀相近的朋友 極少數人有生到這個所謂的第三胎 那我們也可以看看 包括我們市府很多的局處首長 市府年輕的幕僚 大波數的不是結了婚沒有生小孩 就是生一個生兩個 幾乎沒有生到第三胎的朋友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現階段社會上 高雄的一些年輕的朋友 如果他的父母 年輕人他是雙薪的家庭 平均的月薪我們用高一點來看 是3萬塊來說的話 那兩個人加起來就是6萬塊 如果他生了第一胎 他要送到保母那邊 他一個月的費用至少是1萬5千元 生第二個那就是要3萬塊 如果他生完兩個 他每個月要把小孩送到保母那邊 他就要付出3萬塊的至少3萬塊的成本 那扣除他到他的生活的其他的所需 他們幾乎沒有能力可以來生到所謂的第三胎 那我們也問了有生第三胎的年輕朋友 他是為什麼會生第三胎 多數人他是為了真的喜歡小孩子 而且他能力真的有有這樣子的的這樣子的養育的能力 所以他生了第三胎 所以我認為我們市府對於這所謂生育津貼 第三胎的補助4萬6千塊 是不是要做一個檢討或是做一個適度的討論 把這個部分的錢用在真的需要的年輕朋友身上 因為這個支出一年也大概要有1億元的支出 如果我們把這一億元另外再拿來做更有效的效率的運用 更有效率的協助現在的年輕人來生育他們的 講育他們的子女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更有意義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喔 我們小孩子生完 就我們高雄市政府現在對年輕朋友最好的一項的協助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公托的制度 那我們高雄市現在有16家公托的中心 那在今年的6月我們又即將要開辦第17家喔 那如果把這17家收價算下去 我們可以我們的公托中心啊 他可以來容納大概750名的幼兒 那750名的幼兒如果我們回去看 我們高雄市一年新生兒大概2萬多人來看的話 700多人大概只佔不到百分之五 不到百分之五喔 那所以我認為是不是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市區 再來增設所謂的公托中心 我們在很多的學校很多市府的財產 我們可能還有一些閒置的空間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持續的來增加所謂的公托中心 讓我們年輕朋友把小孩子生下來之後 可以送到我們的公托中心去 這樣子他們的負擔會比較低喔 那這個部分我想要先請我們的社會局局長回答 我們是不是還有空間來增加我們所謂的公托中心 請社會局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我們有非常多的家長 不斷地跟我們反映說 希望可以普增我們相關的公托中心的部分 但是其實我們目前雖然公托的部分反映很好 但是我想議員也很清楚 其實我們公托是一個示範 而且它是一個非常高標 收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廉 我們重點還是希望可以針對比較弱勢的一些家庭 因為其實在高雄也有四十幾間私托的這個部分 當然它的收費的部分 或是它的品質跟要求的這個部分 可能跟公托比起來 有些家長會覺得他還是比較希望到公托 但是我們的目標還是希望我們輔導所有的 不管是公的私的或是企業自己幫忙員工設立的 都可以把水準提升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因為如果單單只靠公部門的公托 我們再怎麼提供還是不足的 那另外我們還有保姆 所謂的居家托育的這些保姆的部分 我們也積極在推我們保姆的一些相關的訓練 保姆的管理登記立案 希望要登記 然後也希望家長可以多多運用 這些有license的這些所謂 大家比較習慣叫保姆的這些居家托育人員 我們也可以希望讓各個不同的 有需要協助的這些年輕夫妻 都可以獲得他需要的幫忙 那如果有一些家裡面有長輩的 他願意幫忙帶孩子 或是夫妻有一位他選擇要在家裡面帶孩子 還是有相關的一些補助的一些部分 可以幫忙 如果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 就業而必須自己帶孩子 我想我們主要就是跟中央 還有我們地方各種的一些服務的 主要是以服務的一些方式 然後我們另外還有我們的育兒資源中心 育兒資源中心也是全台灣設立最多的 在社區裡面 所以我們也希望用各種不同的一些服務體系 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多元的一些選擇 那我們在今年六月 我們還是會有新的一個工作中心 會持續在立案 會再增加40位的收拖 但是還是一樣 還是遠不及大家期待的這個數目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積極的來配合 那其實中央最近也有新的一些相關的一個辦法 就是要鼓勵一百位以上員工的企業 他就要設立相關的一些托育的設施 然後也希望我們在地的地方政府來做輔導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 謝謝局長 局長你先請坐 其實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的公托其實跟到保母那邊 其實最主要的對年輕朋友來說 他最主要的差別其實就是金額的差別 那就是譬如說我們到公托去 他是9000塊 然後到保母那邊是要至少15000塊的這個水準 所以他的這個差別其實是現在年輕朋友最大的一個壓力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說兩歲以上的兒童 他幼兒他在公托中心滿兩歲之後 他就必須離開我們的公托中心 那離開我們的公托中心 他有哪一些去處可以去這個部分 局長是不是知道 可不可以請局長也回答一下 請回答 那個 因為我們的公托中心就是我們所謂的托育的單位 原則上就是照顧兩歲以下 那有一些因為那時候轉嫌還比較沒有辦法 剛好前接的上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超過兩歲的孩子還在我們這個部分 那但是我們這個部分就會跟我們的教育體系做緊密的轉嫌 所以我們在12月跟4月這兩個學期的 學期前我們就會開始輔導家長來協助他找尋合適他的幼兒園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原則上還是希望讓他超過兩歲之後就可以銜接到幼兒園的體系 那高雄市也有很多公立跟私立的甚至非營利的幼兒園可以供家長選擇 謝謝局長 他其實滿兩歲離開公托中心之後 他除了像如同局長講的到教育的體系到幼兒園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公立幼兒園也好私立幼兒園也好 他還有第三個去處就是回到剛剛局長所講的到保姆那邊去 那這個當然一樣都是由我剛剛所講的對年輕人的壓力來說 最大的部分就是送到這邊最大的差別就是價格的差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到在公托中心一個新設有剩下來 如果我們把他送到公托中心的時候 他一個月的費用是九千塊 如果托育補助三千塊那他只要付六千塊的費用 那當他離開所謂的公托中心的時候 不管他是要到公幼還是私幼的部分 他都會有很明顯價格的差別 到私幼去至少要一萬塊的費用 那這個跟在公托就有一個很大的差距了 那另外公幼的部分其實我們很清楚 我們雖然高雄市的公立幼稚園 一年他可以收大概一萬三千多名的孩子 可是他從五歲四歲開始收 那兩歲的幼兒其實只有在偏鄉地區的大概十所的幼兒園 有來收所謂的公幼的這個兩歲的兒童 所以其實這個基本上是幾乎沒有機會的 那如果他要回到保姆的部分區的話 他一個月就是要一萬五千塊的費用 那其實這個對一個這樣子的銜接 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大的價差 我覺得這個也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生了第一個之後 他第二個他如果因為這樣子 他可能沒有能力再去生第二個 更何況是第三個 那我所以我今年我們的教育局 我覺得我們也做了一個很好的措施 就是說我們在公立私立幼兒園的部分 我們把它做了另外一個額外的補助 就是每個學期可以來補助他們五千塊 就是離開工作中心也好 或是兩蠻兩歲的孩子 他離開所謂的保姆那邊 他如果要到幼兒園去的話 如果是到私立的幼兒園 或是公立的幼兒園 我們都有給他每個學期五千元的補助 那這個是我跟教育局提供 這是我們補助的人數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兩歲的部分的孩子 我們一年因為所得稅率五%的部分 所以一年大概我們今年我們補助 第一次我們的補助大概補助了三千五百 以十位的小朋友 那可是如果我們去對照兩歲三歲四歲 他的到不管是幼兒園的這個人數上來說 他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差距 那為什麼是很明顯的差距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 現在的年輕的父母 其實對於兩歲的小朋友 是不是就要到幼兒園去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疑慮的 他認為兩歲的小朋友 就是我們俗稱的所謂的幼幼班 幼兒班就要把他送到幼兒園去 大家是有疑慮的 所以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家長 他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沒有把這個部分的兩歲的孩子 送到所謂的幼兒園去 所以我也覺得 是不是我們要來調整 我們剛剛所謂的第三胎的補助 把這個費用平均分攤到我們的 兩歲三歲這個部分的孩子 讓現在的年輕人 可以更勇於來生育他們的子女 讓他們在這個部分的負擔 可以再更多的來減低 那我想再請教一下我們的 教育局局長 就關幼兒園的部分 我剛剛也有提到 我們現在的幼兒園的公立幼兒園的收法 他是從五歲四歲 應該是從弱勢開始收 然後再來就是五歲四歲的孩子 依序下來收這個小朋友 那其實佔照我們的相關的規定 如果是要招收兩歲 未滿三歲的班級 他每班招收的幼兒只有八個人 那他要再自教保服務的人員一個 九歲九個人以上 他就要多增加一個 一個教保服務的人員 那以目前限制到我們幼兒園的這個部分的人力 我們有辦法來收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嗎 那如果要收 勢必要來增加我們的人力 增加我們所謂的人員的能力 才有辦法來收這個部分的小朋友 那當然我想要請教局長的是 如果以目前我們限制到幼兒園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可能來收兩歲到三歲的小朋友 如果沒有有辦法來多聘人力來收嗎 那請局長回答一下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對這個公托一直到幼兒園 做了這麼樣子的透徹的這個演繹 那其實你剛剛提到 因為我們確實在兩歲三歲四歲的幼兒 要入幼兒園 特別是公立的部分 叫做增多增少 就真的抽籤率很低 那剛剛提到 如果我們要增設兩歲放在 國小的幼兒園裡頭的話 我們國小就有199個園設了他的幼兒園 這裡頭要往下延伸到兩歲的時候 除了你剛剛說到的這個 教保服務員要增加以外 還有設施也要增加 那其實都要進入一個評估 那整體來看 我們現在兩歲的幼兒園 幼兒他在家長 就像你剛剛說的 有些家長覺得他還不適合到幼兒園 所以可能是居家的照顧 那這個比例大概都是在百分之 大概只有28左右會進入公私裡的幼兒園 這是指兩歲的部分 那進入公立的其實量是很少的 公立總共只能夠提供211位 就是剛剛那個設施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要評估 謝謝局長 所以我剛剛講了那麼多 其實我用這個簡單的圖表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從零歲 新生兒出生到五歲好了 五歲以上 因為在幼兒園這個是中央有補助 那我們回來看五歲以下 在零到兩歲的部分 如果他到公托是九千塊 如果他小朋友到我們所謂的有證照的保母那邊 他一個月的費用是一萬五千塊 那再來如果說兩歲以上 他離開所謂的保母也好 離開幼兒園也好 他要進入私幼的話 他一個月要花至少要花一萬元的支出 我們的家長至少要花一萬元的支出 如果他沒有離開我們的保母 他要花到一萬五千塊 那這一萬五千塊的保母 就沒有所謂的補助了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然還有在三歲到五歲這段期間 一樣他到私幼 他也是要有一萬塊的支出 那保母費用一樣是沒有補助 他是少要花一萬五千塊 那我們看上面那個所謂的沒有的部分 就是我們所謂的公立幼稚園 他我們以目前現階段 大概沒有辦法來收兩歲到四歲 這個部分的孩子 從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從小朋友他出生到兩歲到三歲到四歲 他家長每個月要負擔的支出 其實每個月在每一年要負擔的支出 是有很明顯的不一樣的 回到我剛剛舉的例子 如果我是一個雙薪家庭的人 那父母都在工作 那一個月是三萬塊 兩個人加起來是六萬塊的話 他如果在零到兩歲 把他送到保母那邊 一個人要付一萬五 如果兩個人他就要付三萬塊 那當然如果他是在空脫的部分 那他兩個人他只要去負擔 九千塊再減三千塊 乘以二那就是一萬兩千塊 這個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價差 那在兩歲到四歲的部分 他只能選擇私幼或是保母的時候 我們再看剛剛的一萬兩千塊 如果他是兩個人的話 在私幼的部分他就是兩千塊 兩個人就是兩萬塊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就是我們現在年輕人 他如果生兩個孩子 他就必須有這麼多的負擔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政府 可以在二到四歲這個部分 持續的給予這些的年輕朋友 更多的協助更多的補助的話 那我覺得年輕朋友的生育 應該會年輕朋友的生育的能力 願意來生孩子的比例應該會更高 因為我剛剛有講 如果我是現在的年輕朋友的話 我們夫妻加起來一個月 如果只有六萬元的話 我很難會願意生到第三胎 我連第二胎我都不見得 有能力可以來生育 來養育了 何況是生到第三胎 所以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可以適度的來調整 我剛剛講的 針對第三胎 我們的生育補助 四萬六千塊的這個部分 如果把這個部分的錢 省下來 用在這個部分 讓現在的年輕朋友 更有能力來生孩子的話 然後協助他們在這一塊的補助 讓他們可以減低負擔的話 讓很多的年輕朋友 他在第二胎 他就可以更勇於來生育 養育他的第二胎 那未來我覺得 高雄市的出生率應該會更好 大家會願意更來生育我們的孩子 那有關這個部分 我想可不可以請社會局長 跟教育局長 等一下給我一些回應 那是不是願意針對這個 我們適度的來檢討 我們有沒有可不可以提出 更好的在幼兒朋友的這個補助 來獎勵年輕人 讓年輕人真的願意來更有能力 然後更願意來生孩子 請兩位局長可不可以做一下 社會局長先回答 然後再請教育局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的關心 的確有非常多的家長跟議員 也都在關切這個部分 說我們第三胎 很多會覺得是看得到吃不到 雖然金額是個縣市最高 那的確數字會 在第三胎的數字當然是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也有在演理說 我們第三胎的這個部分 如果調整掉把這樣子的金額 是否可以有更刀口上的一些運用 我想這相關的一些規劃 我們都有在持續努力當中 但是因為市府從去年就開始明白的 表示說希望我們市府下的方向 是以服務替代現金補助金貼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所以我們最近其實也有陸續接到一些家長的來電 講說他們會希望我們還是持續設立公共服務的一些據點 而不要以發放金貼的方式來作業 所以其實兩方的聲音都有 但是我想議員您的提醒跟各方的一些意見 我們持續都有在演理當中 以上做這樣的回報 謝謝局長 好 剛才何元提到的這個問題 我想就新政府來講 擴大公共的托育跟幼兒園的服務 是一個政策方向 所以我們會跟中央政府一起來討論 他勢必要列出一個 專案的經費 或者是特別的競爭性補助 來幫助各縣市政府 能夠提高這個公共托育跟幼兒園的比例 以造福我們年輕這一輩 雙新家庭等等的負擔 我想這就是一個方向 謝謝局長 我想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不管在新生兒到兩歲的托育的部分 或是在兩歲到五歲這個部分 到幼兒園的這個部分 我都期待我們的市政府 能夠針對我們有限的經費 來做更有效的運用 那未來可以讓我們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因為市府有這樣子的協助 市府有這樣子的津貼的補助 而更勇於來生孩子 接下來我想要再請教我們教育局長的是 其實去跟我們的六都去調了一個資料 目前我們所謂的公立幼兒園的 這個所謂的抽籤的制度 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台中、台南 我們他們都只限每個幼兒 他只能登記一所幼兒園 為什麼他們只限制登記一所幼兒園 就是跟高雄最大的差別是 我們每年如果在這個時間 我們都會接到很多家長的陳情 那高雄因為沒有限制 一個人只能登記一所公立幼兒園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像我今年就有發現到 有家長他幫他的小朋友 一次去登記了十所的幼兒園 那他抽籤抽中幾所 他抽中五所 那他最後他還是只能選擇一所去上 那可是他這樣子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他就排擠了其他真的想到公立幼兒園 就讀的這些小朋友 讓這些家長要有一段時間在那邊等 那可能要再進入第二階段 甚至第三階段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想要建議我們的教育局 是不是可以比照其他的縣市 就是來做這樣子的限制 讓一個小朋友 他一次只能登記一所的幼兒園 讓真的想讓公立幼兒園 念書的小朋友 讓這些家長不要每年 為了這個有這樣子的擔心 甚至也有家長 他也幫小孩子一次去登記了五所 結果他一所都沒有抽到 那有的家長幫小孩子一次登記了十所 那他抽中五所幼兒園 那這個其實都會讓 在這個期間都會讓這些家長 讓這些幼兒無所適從 那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什麼時候真的可以確定 真的沒有公立幼兒園可以念 他就準備去念私立幼兒園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限制一人一所的話 如果真的沒有抽中公立幼兒園的小朋友 那家長就可以趕快去準備 讓他的小孩子到私立幼兒園去 去找尋適合他們小朋友 適合的公立幼兒園 如果可以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應該可以減輕我們家長 這個時間上的等待 這個時間上的浪費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請局長給我們回應 請局長回答 非常謝謝何議員在提到這個問題 這個今年我們接到非常多的反應 那剛才何議員提到有其他都的做法 我可以說一下六都裡頭是 台北市對一般的省市縣學區 那桃園市是縣行政區 但是報名的數量都是縣一元 所以我們已經進行這個政策的分析調整 明年會考慮就是說 是以縣學區或者縣行政區 然後以報名一元為縣 但是我們這個報名也可能都用電腦報名 更加減輕這個家長的這個負擔 往這個方向做 謝謝局長 我想這樣子真的可以減輕我們家長的負擔 那也很感謝教育局願意做這樣子 政策上的調整 那再來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觀光局的部分 我知道這兩年我們在愛河 除了我們過去的太陽人船以外 我們有一個新的船叫做共多拉船 那它目前它是用事先預定的方式 那它停靠的站有那個熬龍站 院井橋站 柯家文物館站 那我也跟我們的觀光局調了相關的資料 它從去年一整年 它的總達成人數是一萬七千三百人次 那今年一到四月就有六千六百人次 那我想要 因為我們的共多拉船 據我所知道目前只有三艘 那如果用三艘船來看 這樣子的達成人數的確是有一定的數量 那有關這個部分 我們觀光局是不是有考慮把它改成 每日固定開的航班 而不是只有要預定才有 那這樣不會讓一些要到高雄觀光的朋友 它不會因為沒有預定 然後而沒有辦法去乘坐共多拉船 沒有辦法去享受到我們愛河 這麼漂亮的美景 那有關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回應一下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那就像議員所說的 我們的共多拉船 現在是有五艘 那有三艘是大的 兩艘是小的 那這三艘呢 這目前當然我們 除了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每天的下午的時間 到四點半到到十一點 我們是每天都有航行 那因為我們那個人數有限嘛 所以它是必須要預約 那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那個部分 是我們的水上計程車式的郵程 就是有延伸到這個 客家文物館 以及院景橋站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是白天 那我們是才包船式的 就是有到人數 我們才會開船 所以這個部分 是兩個不一樣的一個郵程 那至於剛剛議員提到說 是不是每天都開 其實現在就是每天都有開船 不過就是下午那個時間 愛河是比較舒適的 因為它共多拉 它本身是沒有頂 沒有屋頂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必須要 在那個時間比較不會那麼熱 謝謝局長 接下來我想請局長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愛河其實很漂亮 那這個大概是從中正橋 的這個部分去拍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是亞洲啊 很多的城市 它都有很美麗的港灣 它都有很美麗的河 那這是香港的韋多利亞港 那這是韓國的清溪川 泰國的美南河 以及這個就是我們的愛河之星 我們現在的共多拉船 已經可以逐漸往上 開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也包含中國大陸 包含市長去過的 中國很多的城市 包含天津的海河 廣州的一些河 他們其實對於他們的市中心 有一條河 大家他們都會很努力的去營造 這一條河的美景 因為有一條河 在我們一個城市的中央 其實這個城市是會讓我們 變得更加的美麗的 那所以我也想建議我們的觀光局長 既然我們現在的船 可以持續的往愛河的中油上面去開 那是不是我們在愛河兩旁的景觀 我們不要只做過去我們在做的 所謂的中正橋到五福橋的這一段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從中正橋再往中油往上油走 其實兩旁的很多的新大樓它已經蓋起來了 那如果我們可以去跟這些大樓做適度的溝通 那其實他們的大樓的登景 其實也會讓我們整個愛河的景觀可以來延伸 另外在同盟路這一邊 其實我們往中上有延伸 其實也可以到我們的愛河之溪 到我們的中都私地公園 甚至到我們的客家文物館 那在旁邊同盟路的這一段 是不是可以也請觀光局 做適度的重新的一個整體的規劃 讓我們的愛河的美景 可以從它的下游延伸到中油甚至是上游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請局長給我回應一下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我想我們目前這個共多拉船的航程的部分 在這個剛剛提到水上計程車這個部分 的確是從熬龍站一直到願景橋站到柯文館站 不過就像剛剛議員所說 它並不是每天而且是採包船制 那在我們的這個營業時間的部分 我們還特別註明 如果遇到潮汐或者天候不佳的部分 其實是在停航的狀態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就是牽涉到我們愛河的整個 它本身的屬性的問題 因為愛河它本來其實它是一個趕潮的河川 所以它在上游的這個部分 尤其是到了這一個愛河之溪這個地方 它到這個願景橋站到這個客家文物館站 這個部分其實它那個地方很容易淤積 那我們必須要去克服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另外剛剛還有提到 為什麼我們的愛河船跟我們的供多拉船 其實它最主要的航程是到了這個七弦橋的附近 其實就是因為七弦橋的橋墩它本身有一個限制 我上一次我也去搭過了 那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當它漲潮的時候 那個七弦橋的橋墩 我們連供多拉船都過不去 所以這個其實是技術上要去克服的一些困難 當然如果說這個部分的工程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包括它的淤積等等 它潮汐的這個問題都能夠解決的話 我們的愛河是非常的漂亮的 當然如果能夠延伸 當然我們真的是樂觀啟程 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必須要去克服一些困難 才有辦法讓它延伸到這個愛河之心 那另外剛剛議員也有提到就是說 剛剛看了很多城市的這個河川 那沿途都非常的漂亮 其實我們的愛河晚上真的一點都不熱 那個涼風徐徐吹來 在上面搭這個船其實真的還蠻有味道的 那我們最近呢我們很多的同仁大家也都去看了 會針對這個周遭的配套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景觀的部分 我們也會去盤點一下這附近的一些建築物 我們會去跟他們溝通 如果說這個建築物的部分 我們不要朝那個很閃亮的那個部分去處理 我們其實是可以讓我們的愛河 有多一點這樣的文藝的氣息 比較有氣質啦 所以我們也會去努力在整個愛河的這個兩旁 我們怎麼樣去讓愛河更浪漫更有味道 謝謝局長 其實如果就如同局長剛剛講的 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期待局長這邊可以來克服 讓我們的愛河的這個航線 能夠繼續的往中游往上游來延伸 那我要提醒除了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有做了大概簡單的一個圖 其實要配合未來我們一兩年後 我們的輕軌捷運如果來完成的話 它其實也會變成一個新的交通的路線的節點 那其實可以從我們的熬熔主燈站一直往中上原生 到願景橋站到客家文物館這邊 那再往下其實它可以再到珍愛碼頭 那這個其實可以跟我們的輕軌捷運做一個相連接的串聯 那我也期待如果剛剛技術上的部分可以來克服的話 那愛河兩旁的景觀 光局可以做整體適度的來規劃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讓我們的市中心 不只是變得更漂亮變得更美 愛河可以整體來做處理以外 那也搭配我們新的觀光的輕軌捷運的這個路線 可以來做一個整體的配合 那我期待這個部分 未來觀光局長也可以跟我們的捷運局長 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個協調 做一個溝通 讓我們這個市區的這個部分的觀光的景點 能夠更完美然後更漂亮 那接下來我想要請教我們衛生局長的是 這個是我們這一年來啊 我們市區出現的一個新的商機 它就是所謂的用販賣機來販賣飲料 販賣這個看到的這個叫奶茶 那也有販賣蛋糕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新的商機 透過販賣機來販賣 它其實可以不僅是吸引年輕人的注意 如果你看它做的很 這個販賣機也做得非常的有特色 那其實是很多年輕人願意去購買的 可是在這些商家來說 其實它不曉得他們有沒有去違反相關的法令規定 因為按照這個 這個東西來看的話 我們在我們的法規規定 它叫做完整的包裝食品 那它是必須要在 它的商品上做很明顯的 食品標示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台的販賣機 它大概都只有在它的販賣機上做了標示 我不曉得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它這樣的商品是不是符合我們現在的法令 那如果不符合的話 我們衛生局有沒有針對這個去做一個溝通 去輔導這些業子 把這個做得更完美 讓我們的消費者在引用購買這些商品上 可以更安全 那這個部分可以請局長回應一下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何議員對這個議題的關心 那這樣子的一個食品販賣機 其實是在國外衛圍蜂 那國內已經也形成一個新興的議題 那的確議員剛剛提到的沒有說 就是按照食品衛生管理相關的辦法裡面規定 所有的這樣的產品 必須它的包裝必須完整 而且上面有一定的法定的標示 譬如說包括成分啊有效日期製造日期等等這些 那所以這部分它如果只是在機器外面 有這樣子的顯示其實是並不是合格的 所以這部分其實局裡面也注意到這樣的議題存在 那所以對於那個這樣子的議題過去 我們大概也有做一些稽查的動作 那這部分大概目前我們大概有些了解說 因為有少部分的產品是沒有這樣的標示 那這部分也有對業者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處理 那不過我是按照我們的一個 相關的法規規定來講的話 就是也提醒業者 因為只要是一個有包裝的 那那食品有包裝 那一定要有相關的一些 這樣我想也符合我們消費者權益 而且對於整個業者的 給外界的這樣的銷售感受來講 它是一個有品質有保障的一個條件 那我想這是一個應該要去落實的部分 謝謝局長 據我者知道你們已經有裁法的案件了 那我期待衛生局為了我們市民朋友的飲用 食用的這個健康的部分 那可以針對這些業者 積極的跟這些業者溝通 積極的跟這些業者輔導 讓他們真的符合我們現在的法令的限制 販賣我們那個好的品質的商品 不要讓我們的市民朋友有這樣子的疑慮 那我也期待這個所謂的未為風潮的一個商機 未來可以蓬勃的在我們高雄市來發展 那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衛生局在這個部分 應該多以輔導代替取締 那真的趕快輔導這些業者 符合我們法令的來做販賣的行為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再請局長多多協助 那請局長請坐 那再來我想跟我們交易局探討一下 我們現在高雄市的體育班 我們現在高雄市的體育班 在高中的部分有五十四個班級 國中有一百六十四個班級 國小有八十五個班級 那其實這個就是過去我們的局長一直跟我們講 我們這個這樣子的樣態 其實是一個非常畸形一個胖葡萄的樣態 那教育局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期待在可以重塑三級學校的體育班 成為一個金字塔的理想結構的一個這樣子的目標 那逐年來檢討我們體育班的班級數 朝向精緻化、精英化的來發展 那控管各個學校體育班的教師員兒術 聘任運動教練 因應各校運動教練的需求 那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這樣體育班的一個胖葫蘆的一個畸形狀態 我們要達到所謂的學校體育班的金字塔 金字塔的這樣的理想的結構 我們還要有非常大的努力 其實據我知道教育局在去年一整年其實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 我們可以看到去年去年 在國中我們在我們的教育局的努力下 他減了三班 可是我認為在這樣子的速率其實還是不夠 因為如果說一年減三班的話 要達到所謂的體育班金字塔的理想狀態 我們大概至少還要 如果用一年三班的這個速度的話 大概至少還要三十年才可以達到 金字塔的理想狀態 那我想請局長說明的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什麼樣的方式 更有效率的來盡速達到 我們所謂的要未來體育班的精緻化 未來體育班的這個金字塔的理想的結構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局長有沒有新的作為 新的想法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來達到 我們所謂的金字塔型的理想 請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這個議題其實是一個蠻艱困複雜的議題 從以前是不停的偵測 那也有體育班 他其實不是做體育班的事情 所以去年我們成立體育班的這個政策諮詢委員會以後 真的是每一校都進行訪視 才能夠減少了三個班級 這算是很難得做到的一件事 那循這個模式呢 我們105年度開始會更加的 嚴格的去看待每個體育班 朝金字塔型的方向去發展 那這個結合到我們的體育處 那還有我們整個高雄市 體育重點發展有潛力的項目 從那個整個看它的三級結構完不完整 一定會用這個方向做 那也需要議員們多多的支持 謝謝局長 我想我們議員一定會很協助來很支持你 你這個部分的政策 然後能夠早日的達到所謂的金字塔型的理想結構 讓我們學校的體育班能夠朝金字化 精英化來發展 局長你先請坐 謝謝 那我為什麼會跟你探討這個體育班的部分 是因為如果我們可以早日達到我們教育局所期待的 所謂的金字化的部分的話 如同第四點講的 我們現在的制度在體育班的部分 我們是改聘任運動教練 然後因應各校運動教練這個需求 我們越早可以達到我們理想狀態的 的這個班級數的話 我們才可以很清楚的算出 到底我們的體育班它的需求 它的需要的運動教練是多少的員額 那到目前來看 我們高雄市有303班的體育班 那我們目前的運動教練人數是 教育局給我的資料是107位 那這107位運動教練裡面 包含了過去過去一些歷史源源背景下 教育局我們自己聘用的約故運動教練45個 體育署給予補助的專任教練21個 那如果用我們高雄市教育局認為 我們現在有120個學校發展體育班來核算 我們教育局自己的算法 我們還欠缺19個專職的運動教練 那欠缺的這19個專職的教練裡面 講到這邊我想要再請教一下 我們教育局局長的部分是 其實在今年我們有考了六個約聘的運動教練 那所謂的約聘運動教練 據我的了解 這個在全台灣各縣市 我們是第一個考這個所謂的約聘運動教練 那其實也有家長跟我澄清這個部分 為什麼他跟我澄清這個部分 是因為我也去調了我們相關的簡章 這六位所謂的約聘運動教練 他的工作的性質 跟我們上述其他的約故運動教練也好 跟我們這幾年努力的在招考 在推動希望教育局聘任的專任運動教練也好 他的工作性質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他可能不是像上述這些教練一樣 派駐到各校直接去做訓練 工作性質不一樣 另外這六位所謂的運動教練 在我們拼任的招考的簡章裡面 這六位教練他不需要有教練證就可以來考 簡單的說 所以會有家長對我們有提出這樣的疑慮 就是說我們小朋友要受訓練的教練 如果他沒有教練證的話 那他如何來訓練我們的小朋友 那這個部分我想要請局長說明的是 那這六位所謂的約聘運動教練 跟我們上述的教練除了工作性質不一樣 除了他不需要有專任教練證以外 那他到底要來幫我們做什麼樣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局長說明一下 請局長說明 很遠關注這位 這個六位的約聘的運動的教練 其實這是我們全運會三連霸的一個市長的美意 因為大家都會講 你可以看得出 有的是往選手競技發展 有的往教練發展 那如果是選手發展的 其實他未必有教練資格 可是他們的條件設定的很清楚 在全運會歷年都獲得第一名 然後他的金牌獲得的數是前六位 這是指這個項目 然後銜接奧運亞運的競賽種類 配合我們的基層選手的發展需求 同時也配合我們的推動基層體育計畫 所以這個六位是特別有六個領域 那也經過我們跟這個體育會 還有體育處 我們自己體健科 這樣子共同討論 最後選定六個是可以具有三級銜接的 分別是極箭 排球 游泳 舉重跟自由車 還有空手道 那他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優秀的選手 留在高雄市 那也可以做學弟妹的一個很好的榜樣 然後去培養這些未來的接班人才 所以他其實沒有說 條件上一定要具備教練資格 那教練資格其實還有另外三個管道在禁用 也包括這個合議員你們關心的項目 其實都會在其他管道裡頭 我只要講完最後一段話 謝謝局長 我大概聽得懂 謝謝 謝謝 謝謝何議員剛剛提的方向 我們也非常贊同 會這樣處理的 謝謝 謝謝何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